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茉莉花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作品 也就是在开春之后 茉莉花逐渐的冒出了新销 我们要进行打顶这样才能促使它分支的多 整个猪群才会枝繁叶茂 在后期才会开花爆棚的效果 这盆茉莉花经过了两次修剪之后 看一下这个效果已经枝繁叶茂了 这时候我们的养护就是给它做好 预防虫害因为进入4月份各种虫害的高发期 茉莉花最常遇到的虫害就是芽虫 看一下这个叶片就是被芽虫啃食掉了 还剩下一半 所以在这个4月份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养护得到的茉莉花 现在都已经花芽分化冒出化包了 预防病虫害这个工作不能轻视 首先我们就是从盆土开始 因为盆土长得非常多的杂草 也是最容易引起一些病虫害 虽然杂草长得多 证明这个盆土里面的养分足 但是我们也要把它清理干净 避免隐藏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续菌 那么我们预防病虫害一般都是给它使用这种定虫米 虾虫药 但是在室内养护的茉莉花 给它使用这种农药的话 不适宜 而且也不安全 就选用一些低毒的 而且使用方法也非常方便 就是这种肤虫药 它是一种内养型的沙虫药 那么在阳台给它使用沙虫药的话 就使用这种肤虫药 它是一种内养型的沙虫药 使用非常方便 它是绿色环保 而且又低毒 接着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这样经过浇水它就会快速的溶解被蜘蛛失收 这样整个蜘蛛就会得到很好的抑防虫害 那么像这种茉莉花已经花芽分化 我们必须要给它补充充足的磷钾肥 像这种高磷高钾肥磷酸二氢钾 它不仅可以促进蜘蛛花芽分化的多 还可以提高抗性还有抗病能力 期到10天给它喷湿一次 这样才能让蜘蛛花芽分化的多 在后期才会花苞爆棚的效果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